你好,欢迎收看9月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台风海葵虽然在4号已经离开了台湾本岛 不过花莲县灾害应兵中心同样在4号召开了第4次的灾中应兵会议 现场徐政卫亲自主持也持续关注县内淹水、风桥还有风路等情形 要求相关单位要掌握最新状况,也算相关局处首长到前线来看灾 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中度台风海葵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台风目前在澎湖南南西方海面,强度略微减弱且暴风圈也缩小 花莲县灾害应兵中心上午召开第4次灾中应兵会议 由县长徐政卫主持持续关注县内淹水、风桥及风路等情形 要求相关单位掌握最新状况,会议后并率相关局处首长前线看灾 我们很快速的开完,所以请大家掌握我们现在灾水之后的作为进度状况 另外对于比较严重的灾险的部分,请提出来也是我们会开的一点 目前台风大概在澎湖南南西方大概是60公里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它已经远离我们花莲了 然后我们花莲可能就在下午就会解除我们路上的警报的情形 而且目前看情形,花莲的风雨会越来越小 目前看起来在下午2点以后整个花莲的雨是会就比较减缓 不过还是会有雨,只是没有像昨天跟前天那么大了 那风力慢慢的也在减弱的情况 所以下午大概平均风大概只剩4到5期 然后阵风也是大概都6到7期这样而已 所以目前看起来花莲就是慢慢的就是回复到平址的那种情况 不过还是提醒民众就是说海边还是会有比较大的浪 还有长浪的一个情形 那山区可能还是尽量不要进去山区 气象局表示,台风已逐渐远离花莲 花莲有望在4日下午后解除相关警报 但连续几天降雨量惊人 县内仍有多条土石流黄色跟红色警戒 还请民众留意 而台风未为环流影响 仍会有短延时长降雨发生 也提醒民众台风前后 暂时切勿前往海边或山区活动 记得掌方叶宏林斯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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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票顺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